有没有东西很多 你蝴蝶该不会想要一只只花吧 对不对 鱼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些树叶啦花啦 你要做这样东西其实有一个他可以像这种 树 都可以有比较快的方式 有比较快的方式 有点像他内建好了 那这个地方会从哪里来 会从我们在这边你找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符号 有没有 有这种符号的东西 你可以一直一直用 也可以怎么样用笔 类似像笔这样喷出来 好所以对于说比较大量的那你又希望有点变化不要说 太过自视啦 那可以用这种方式做 那因为这两个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 这一个 这个 你把这两个打开 我把画面先还给你 那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对不对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么 这里都有所谓的 那个符号可以用 我们先来看看 你先看这个 下面这个 这个蒲公英的 来看一下 你可以找到右手边这边有一些对不对 那如果说万一你的那个符号 不在里面的 你就从这边来找 有没有看到很多 当然也许在网路上可以找到一些人家做好的 好人家做好的 那 以这边来讲你可以找看花朵的 先找看花朵的 好 你看一看 里面应该有一个 不一定要跟我一样的啦 反正里面有很多嘛 你找你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好像这也有个普公英 对不对 你点一下 难道怎么用 有两种用法 如果你 比较 量比较少的 你可以一支一支来用 丢出来 这样可以一支一支放 这是第1种方法 第2种方法 我们喷洒器在这里 有没有 喷洒器 你看里面有没有很多 那 后面这些 都有个前提 先喷出来才能够用 所以第1个要先 就是 像那个发酵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 好你就画看看吧 这样很简单吧 你就喷一喷就好了 当然电脑慢的 你就喷慢一点 不然 大概也很难 喷出来 那你注意一下 等你喷完之后 请看一下涂层 跟刚会有一些不一样 什么叫不一样 如果你 一次丢一个的 那就是它叫做普公英 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是喷一堆的 那叫符号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有没有一个三角形 可以打开 没有 表示什么 你可不可以 单独移动一个 不行 等一下我们再看 怎么样去单独 稍微移动一下 或做变化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 里面有很多 包括什么 这个 树 树 对不对 树也有很多种 只是树原则上 大部分都 是一个 一个 那 在上面飘的这个 就是在这里的 这一个 你可以找看看 看你觉得 有没有其他 你想要再加进去的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 你看我这样喷好了 我发现 这里好像喷太近了 有没有 那你要弄 来 从这边来 如果说你不想要 就是按住这个才跑出来 右边不是有一个 这个吗 你按它就会把它拿出来 这样可以 好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偏移器对不对 好你把它点下去 哎 像个鱼的 像个鱼的 这样了解吗 它 它虽然不能就是 直接用 但是 它可以 就是概略的 你就移到你要分开的 或要 凑比较紧的 你就把它挤一挤 比如说你会觉得 他们两个要挤在一起 你就 这里有一个压缩的 这里 有没有 压缩的 哎 你两个卡到外 有没有 但是 可能没有办法说 非常的 调一次就OK 也许你要调好几次 就是说它的调整方式的话 会比较 跟我们 之前用的工具不一样 因为你只要用喷炸器的通通由这边来控制 那另外你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旋转的 有没有 你有发现这个普光源喷出来都一样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这样 有没有 风吹倒了 对不对 对呀 看你呀 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可以稍作调整的 稍作调整的 OK OK 那我们来看 那么 如果是树的话怎么办 树的话 其实你 只要有用过的 它会出现在这里 那我把这边 符号 树树树 树在哪里 好 自然里面 好 这里面就很多对 你要一些草啦什么的 树也在这边 那树来讲的话 其实你点到它如果你直接喷 可能会很多啦 一点 可能就好多个 这样如果拿出来很小一个怎么办 点到它 可是你看如果你把它喷在这里面的话 我这样一喷是属于这个符号组的 好 这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如果说你 单独树要调整 你还是把它 从这边丢出来 这样是不是独立的 这样你就可以做 个别的调整 这样OK吗 好 你这样做个别调整就比较 因为数量不多的可能就直接拿来用会比较快 会比较快一点 好 那另外像这边 如果你还要帮它加 像我们刚刚这里还有这个嘛 这样也可以丢出来 跟你从这边丢一样 原则账色票啦 笔刷符号都是 你有用过的 它都会在那边出现 都会在那边出现 好 这时候你再喷 这样就会比较大颗的 这样就会比较大颗的喷出来 那 看你啦 看你要怎么用没有关系 这样不行 好 再来 云对不对 云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也有云 那自然里面也有云 好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这边的 不管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把它丢出来 或者用喷的也好 好 那是岩石 我一个 云 在上面 云在上面 OK 这个 石头飞到天空去了 好 那你喷一喷 哇 这样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对呀 那当然这个大小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缩放器嘛 你可以把它变大一点 你大一点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缩放器 那 既然可以变大就可以变小 那怎么办 你要变小 假设你有一个太大了 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变太大了 我要缩小 按住Alt 有没有小一点 就是说它变大变小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做一个调整 那再来是说 你看起来都感觉 好像太 太假了 因为没有透明度 所以你看一下往后 我们刚这里的旋转 我看过了 有没有一个叫做绿色 嘿 不是我们绿色软体喔 它就是把什么 把你的透明度 去做调整 然后发现不一样 那一样啦 如果你现在变得太过透明 你要颠倒过来 就是按Alt 它就是会变得比较清楚 这样了解的 好那我把画面还给你咯 如果说你在这边 觉得云这边云太多了 Alt按着 点它一下 有没有就消失掉了 有时候你喷出来 虽然数量上 我们不能去 马上决定说 它会喷出多少个 但是你可以稍微 用这种方式去减少 它的数量 那第二个是你看 我们它不是有个 笔刷的范围圆圈圈吗 这个如果你要调整 你可以从这边来 在这上面 两下 因为这个 圆的 会影响你喷的范围 这个就是由这边直径来决定的 还有它的强度 甚至它密度 就由这边来决定 所以如果你要喷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调大一点 那我按确定之后 你喷出来的 比如说云 我可能要比较大范围的 它就会在比较大的范围里面 去产生出来 那这个是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么 现在你可以试看看 把刚刚那一个 这个 你看它已经 这有些符号是这个档案里面才有的 有没有 你可以试着做看看 它把它的涂层先稍微关掉一下 很多 自己画看看 好不好 先试看看 其实 这个也蛮好玩的 你看像叶子的部分 喷洒器 等一下 要自己建一个 因为它锁住了 好我们自己建一个 再把花 摆上去 这个是什么 花知道了 常常看到 我